每个人都会做梦 据统计,成年人平均每天要做四到六个梦 你可能做过一些逻辑简单的梦 比如睡觉之前水喝多了 做梦的时候到处找洗手间 也可能做过一些不可思议的梦 在梦里,我们可以回到过去 也可以穿越未来 可以看到已经去世的亲人 也能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友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梦都是从何而来 梦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会做梦 它们的起源是什么 梦中的这些故事又是从哪里取材的 你好,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 每天听本好书,让思维来一次升级 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梦的解析 作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古人对梦的解读 几千年来 梦因和产生一直困扰着我们 人类对梦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 在弗洛伊德之前 人们对梦基本上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来自于远古人类 在科学技术没有出现前 人们习惯于用神话来解释 没有办法说清楚缘由的事物 对梦也是如此 古代人认为梦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是神明给人们的启示 帮助人们趋吉避凶 因此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 东方就出现了一本专门解释梦的书 周公解梦 这本书就是告诉人们如何根据梦的内容来占卜吉凶 比如一个人要是梦见龙或蛇爬进家里 就意味着要发财了 要是梦见和别人一起喝酒 那么很可能现实中就要和人发生口角 无独有偶 在西方 人们也是这样来解释梦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法老梦到七只健壮的牛和七只瘦弱的牛 瘦弱的牛把健壮的牛吃掉了 一个叫约瑟的人这样为法老解释这个梦 这表示埃及以后会出现七个饥荒的年 这是对梦的第一种解释 在这种解释中 人们承认梦是有意义的 但这种意义是超自然的 直到今天 仍然有很多人拥护这个观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 开始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来解释事物 于是梦有了第二种解释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们认为 梦和超自然力量没有关系 而是大脑的一种精神活动 使人经历过剩的产物 比如 如果白天的某些事情 被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晚上你又没有进入深度睡眠 你的大脑还在活动 你就可能会梦到白天发生过的事情 除此之外 还有些梦是大脑对外界刺激的反应 比如 如果你睡在很热的床上 也许就会梦见自己走进火里 如果你在睡觉时 把脚伸到了床外 就可能梦见自己站在悬崖边 这是对梦的第二种解释 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梦 并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已 弗洛伊德对这两种解释都不太赞同 于是他态度鲜明地给出了梦的第三种解释 弗洛伊德 梦是内心的窗口 弗洛伊德认为古人对梦的解读是不可靠的 他曾经说过 对于梦的这种解释是一种无聊的幻想 但梦本身以及结梦这件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非要对梦下个定义 我们该来听听这个近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观点 梦是让我们窥探到潜意识的一个窗口 是我们可以了解并且分析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途径 是的 梦是窗口 不是由现实通往未知 而是从夜晚通向我们的内心 跟自己对话 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试问又有多少人真正跟自己静静交流过呢 我们现在常常活在压力之中 家庭的妻子每天围着锅台转 为一日三餐 为孩子学业 为生活所时所累 职场人群被埋没在一堆堆文件 人物截止日期之间而无法自拔 我们一天当中的时间 究竟有多少给了自己呢 在这些时间里 除了手机 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去跟自己交流呢 所以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是我们想要了解自己 想要获得更好生活体验的必经之路 而要做到这一点 记录梦境 触摸自己 就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开始 而在梦的解析这本书里 弗洛伊德对人的梦境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 弗洛伊德 梦就是人的愿望 弗洛伊德认为 如果我们想要简单地理解梦的源头 其实很简单 梦就是愿望达成 换句话说 梦就是由我们的意愿和欲望而生 弗洛伊德说 我们很多人大部分的梦深挖起原因 都是因为我们在某一方面强烈的想法和愿望 当你走在街上 渴了就要买水 饿了就要找饭店 困了累了就想着要回家 在梦中也一样 小孩子会尿床的原因 大多就是因为在梦中寻找洗手间 找到以后一场酣畅淋漓 起床后 结果发现自己在床上 我们会在极度疲惫 却还要早起的清晨 梦见自己收拾干净 穿戴整齐的画面 从而使大脑大道 不用催促自己起床的目的 这就是梦的本质 从根本上来讲 也是一种生存本能 那么到底是谁主导着我们的梦境呢 是谁决定了今晚梦中的场景呢 那一定是非我们自己莫属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网络上之前流传的美国FBI心理测试题 其中一个就来自于梦的解析 当中的一个梦例 这个梦来自一位少女 她是一名孤儿 自幼由姐姐抚养长大 姐姐有两个儿子 但早年间大儿子过世了 这位少女的癥结就在于此 因为她居然在一天晚上 梦见了姐姐 唯一剩下的这个孩子也去世了 为此她感到十分难过 觉得自己潜意识里 居然是这样一个坏人 可弗洛伊德 则在了解了少女之后 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姐姐有很多朋友 其中有一位文学教授 少女在她前来拜访时就方金暗许 之后两人甚至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姐姐却并不同意 在姐姐出面拒绝之后 这位教授就再也没有登门 少女极度思念自己的欣赏人 她的每场报告讲座都会到现场倾听 就是为了看她一眼 而他们最近距离的接触 就是在姐姐大儿子的葬礼现场 因为是姐姐的朋友 尽管姐姐不同意两人的婚事 教授也还是要出席的 这也是教授被拒绝之后第一次登门 所以弗洛伊德给出的解释就是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仇恨的梦 而是一位少女思念的梦 因为他相信 只要在举办姐姐家中的葬礼 他就会再次当面见到心上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葬礼现场的梦尽管看起来不合逻辑 可深层含义正是关于少女发自内心的愿望 所以梦的起因可以被理解为 对于心愿的满足意愿 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等等 但既然梦象征着渴望愿望的达成 那么梦就应该是一种很好懂的事物 可为什么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会对自己的一些梦境感到困惑 无法解释梦中的情形呢 这需要我们理解另一个概念 潜意识 潜意识与本我 我们的意识并不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 实际上它是由许多部分组合而成的 而且这些组成部分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 让我们用一个比喻来了解这一点 就好像我们看过的那些动画片一样 当主人公遇事不绝时 他的脑袋上就会冒出来两个小人 一个白色的代表天使 也就是善良的一方 另一个黑色的代表恶魔 是自私与邪恶的化身 我们的意识也是如此 而且它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 本我 超我 自我 先来说说本我 弗洛伊德说 本我是带着原始欲望意味的意识 本我就是我们原始的欲望 就好像我们提到过的那些 简单易懂的梦境奇异一样 这种欲望需求 可以扩大到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 包括食欲 占有欲 情欲等等 本我 并不分对错 这是一种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本质 本我就是一种 以我们自身需求为中心 本着快乐原则 为自身利益 思考的意识 有人认为本我是邪恶的 这并不合理 本我是我们做事的驱动力 因为本我的存在 我们才始终满怀热情与期待 去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当然 现实当中 我们的欲望是不能够完全展现的 那么平时 是什么在意志着本我呢 答案是 超我 超我是个有趣的存在 现在的主流观点是 超我是人类受到后天的规范 教育 价值观 伦理等因素影响后所形成的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 先人后己的大公无私意识 充分符合我们社会所倡导的一切 但这并不是说 超我就要比本我高级很多 其实超我和本我一样 同样具有盲目性 请先别急着反驳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当你处在社会中时 超我是如何跟你交流的 他在不断地 根据现有的社会标准 来衡量你的做法 然后告诉你 你应该这样做 你需要帮助他们 不能做事不管 诸如此类的话 就是超我的作用形式 而他所依据的标准 都是根据群体的社会规则 换句话说 只要是群居动物 就会有超我的现象存在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本我就是那个恶魔 超我就是那个天使 但两个小人不会一直吵下去 也不会有谁最终屈服于谁 因为在其中 还有另一位 做出最终裁决的关键人物 自我 三位一体当中 最重要的无疑就是自我 使自我做出判断 将我们最终付诸行动的事件 合理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工作里天 又困又累 但是回到家里 还要为家人准备饭菜 本我会希望你休息 放松一整天的疲惫 而超我会催促你系上围裙 走进厨房 用最快的速度准备好晚餐 那么负责最终裁决的自我 会做出什么抉择呢 在疲惫和家庭之间权衡之后 自我会让你到小区楼下 最近的超市买回速冻饺子 打开冰箱准备最简单的食材 又或者是带上家人 一起出去下馆子 这个例子很简单 但你应该能从中体会到自我的意义 三位一体 看起来好像是毫无关联的三种人格特性 但是它们的的确确是存在于我们身上 并在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决定当中 都起着无法分割的作用 那什么又是潜意识呢 关于潜意识 弗洛伊德有一个冰山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 正常的意识 可以被理解为是冰山路在外面的部分 而水面之下的则是潜意识 理解潜意识的方法与梦非常类似 潜意识是一种动态的进程 它随着我们见识 阅历的不断丰富而不断更新着 我们对潜意识研究的目的是要知道 潜意识为什么这样想 并将这种思维转移到梦的解析上 这会让我们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梦到这些事情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个朋友在跟我们外出吃海鲜时 从不吃章鱼 这让酷爱各类海鲜的我倍感奇怪 我曾无意中问过他 原因是因为他小时候 曾在电视上看过一档韩国节目 上面是对于韩国生吃活章鱼的介绍 将章鱼吸盘吸附在口腔中的状态描写得详尽致致 这件事对这个朋友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据他所说 看过节目之后 很多天他还会做相关的噩梦 这就是潜意识在发挥作用 潜意识主导着我们的各类活动 但有趣的是 他同时又被我们的自我 本我 超我意志着 为什么呢 正是这三元素构成了潜意识 但是 又为何会意志它呢 其实很好理解 就像我们在社交当中的客套和礼节一样 尽管知道很多是表面文章 但迫于社会规则还是不得不遵守 在一个群体社会当中 我们必须保持着一种常态 作为生存的平衡状态 这个时候 本我就会被超我意志 要求我们舍弃个人本能欲望来融入社会 大部分时候 自我的决策都会意志本我 这一点我们都深有体会 但是 长期被意志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时 梦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宣泄出口 这也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在情绪波动较大时 更容易做一些千奇百怪的梦了 那么 为什么我们会从一些梦中看到恐怖 血腥 甚至根本违背我们现实想法的梦呢 这些看起来跟我们的愿望 潜意识都没有关系的梦 是如何产生的 人是群居动物 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样 群体生活中一定存在其特殊的规则 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平衡 超我便是由此产生的 因此 许多人也学会了伪装 你也许会很自然地想到 可是梦不一样啊 我们在梦中 这个小世界中 一切生物的性质 植物 功能 不都是由我自己来掌控吗 想要实现什么愿望 想要完成什么梦想 这一切 不都有我自己决定吗 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的身体和社会中的我们一样 也有它自己的审查机制 在睡眠状态下 我们只是可以有限度的无法无天而已 并不能完全无所忌惮 还记得我们提到的潜意识被抑制的原因吗 是本我 超我 自我之间互相牵制的结果 而在梦中 这一点同样存在 也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中存在着一个审核部门 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审查规范的缩影 就像是电影管理部门审核即将播出的影片一样 例如越界的色情片 或是血腥暴力 宣扬非正常行径的影片 是无法在荧幕前出现的 同样 如果在梦中 我们将自己的意愿过分表露 就会难以通过身体的这个审核部门 这种身体的审查机制 其实蕴含着我们解决许多问题的办法 妥协 我们不仅是会在生活中伪装自己 在梦中 同样也会 我们要向身体的审查机制妥协 那么绕过这种审核的最好办法就是伪装 在每夜的练习中 梦早已成为了伪装高手 就像侦察兵一样 可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去创造梦的最终样子 要想理解这一点 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回想自己最近的一场梦 它看起来或许荒诞 或许有趣 或许恐怖 但你是否能从中感受到 它所想要表达的本质 一个朋友曾告诉过我这样一个梦 这个梦的基调是灰暗阴森的 他梦到自己走在夜晚的路上 突然感觉到后面有人跟踪 他有些害怕 回头看了看 那个人离他并不远 但是他却看不清他的脸 朋友在梦中当然是越来越害怕 脚步也就越来越快 几乎是飞奔着回到家里 但是回到家后 他发现那个跟踪狂 居然跟着一起进来了 而且好像除了他 没人看得见那个跟踪狂 于是害怕地他坐到了妈妈旁边 这时跟踪狂似乎是忌惮母亲 终于有所收敛 躲到了客厅的冰箱后面 这时他看见的只有一个黑影了 在神经的高度紧张和恐惧下 他终于忍不住问妈妈 咱们家的冰箱后面 怎么有个黑影 你看得到吗 母亲只是向他边望了一眼 黑影就消失了 朋友也在这个时候醒来 为什么朋友会做这样的梦呢 因为就在这个梦产生的前一个星期 他刚刚跟自己的男朋友分手 他们分手的原因 正是因为男方过于黏人 只要朋友不回消息 他就开始胡思万想 两个人时常因此产生口角 朋友实在是无法接受这样的感情 最后选择了分开 而男方却在此时 开始用恶意揣测朋友分手的原因 将一些莫须有的异断 强加在朋友身上 使他不堪其扰 这件事也是导致他最近情绪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 于是这个事件也被带到了他的睡眠当中 根据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本质 这其实是他渴望摆脱前男友的一个梦 如何解释呢 首先在梦中只有三个人 他自己跟踪狂他的母亲 而跟踪狂始终是没有露脸的 这说明他甚至都不愿意回想起自己前任的样貌 而阴暗和神秘 有时也是令我们厌恶和恐惧的原因 之后 他在黄举之中逃回了家中 为什么呢 因为家中有自己的母亲 有可以保护自己的人 而在这段感情中 朋友的母亲恰好也是最大的反对者 这一点也可以从梦中 他最后向母亲求助 而母亲向黑影望去一眼之后 梦就结束了得到证明 至于为什么梦中只有他一个看得到黑影 我们可以解释为这段感情中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坚持和探索 寻求合理维系感情的方法 身体的审查机制 考虑到主人正常状态下的性格 不允许梦原本的意愿直接表露 而且也不愿出现南方的样貌 于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梦境 也就应运而生 审查机制的目的并不是禁止意愿表达 而是帮助我们将一些过分显露的愿望 换个方式表达出来 其实这并不是大脑对自己的刻意为难 它只是想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愿望 同时适应这个社会 这时候的梦早已经不是当初的样子 但是其核心依旧是本我表露出的原始意愿 因为这些伪装 我们也经常忘记自己的梦 于是我们常会只留下一个 我昨天做了个很不可思议的梦的简单印象 而梦的本质我们毫无察觉 但无论如何梦做完了 潜意识也已经利用梦的伪装 圆满地完成了宣泄愿望的任务 除了这个大部分 梦本身的取材可谓是五花八门 无所不用 如果将梦比作一个玩具大楼 那么搭起这座高楼的每一块积木 都真真实实的属于我们生活中曾经遇到过的场景 或许你会说 我根本没见过这个场景 不要这么肯定 因为你很有可能只是忘记了 记忆也是会骗人的 就像三人成虎 传话游戏一样 这其中都带着我们自己的有色眼镜 梦境的取材就是来自这些 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只管存储 而不求提取顺序的存储器 而梦则拥有随意提取的钥匙 梦对于素材的使用具有一种强制性 详细把一些印象合并表现 也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 原本精神步骤的凝缩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 梦并不是简单的随机组合 而是有其自己目的和用意的 很多看起来似乎毫无关系的事件 恰恰会被梦发现其中的共同点 以一个目的而召集起来 这里我们用一个例子说明 一个朋友做了一个这样的梦 梦中的场景是他的小学时代 而坐在他面前的却是中学老师 且他是十分神奇地坐在一把电脑椅上 尽管当时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这位老师是他非常讨厌的一位老师 在梦中这位老师也依然用惯用的傲慢表情看着他 并且用手敲着桌子来表现他的不耐烦 这个梦境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 小学时代 中学老师 讨厌的场景和讨厌的人 老师沉默了许久 最终严肃地告诉他 你现在问题很严重 必须请家长 紧跟着 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 他的家长来了 却不是他真正的家长 而是他现在所在公司的工作助理 老师看到他后 开始长篇大论 这个孩子是如何令人头疼 是怎样无可救药 此时梦中的家长开始说一些反驳的话 最有意思的是 这位工作助理所说的并不是什么 孩子其实很聪明 只是没用功这样的话 而是用朋友现在所获得的成就反驳老师 此时就出现了一个荒诞的景象 两个人在对话 老师说的是他的没出息 家长则说着他后来的种种优秀成果 他在旁边看到这样的结果时 心中窃喜 甚至坐下来看两位的辩论 但此时不知是什么地方 传来类似爆炸的巨大声响 梦醒了 这个梦的表层含义十分明显 报复 工作助理的出现与朋友的窃喜 都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一点 这个梦就是希望那位傲慢的老师 亲眼见到自己的预言失败 除了以上这些 还有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前面提到老师坐在电脑椅上 之所以把这个细节单独拎出来 是因为这个素材来源于朋友做梦之前 看到的一条新闻 新闻上报道的是一个劣质电脑 以气压阀门爆炸致死的事件 这让他印象深刻 因此 这个梦甚至是以一声爆炸结束的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梦 无需多言 这个梦极具伪装性 为了躲避审查机制 大脑将梦的愿望做了这样的包装 并且在真实意愿即将暴露时 让朋友及时醒来 同时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梦力中感受到 看起来毫无牵扯的元素 梦却可以用同一种意愿 将它们揉合到一起 形成一个连贯而有深意的梦 这就是梦工厂奇妙的搭建 每一场梦都是精巧缜密的大片 那么这些大片的主旨是来自什么地方的呢 题材上又为什么会是恐怖片 科幻片 动作片呢 梦的寄托 感官的刺激和情感的冲击 梦工厂创造的梦的大片 无论是从起因 选材 逻辑 结构等方面都很复杂 虽然梦不是由纯感官反应决定的 但在设计的过程中 确实会牵扯到感官的刺激和情感的波动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 曾做过这样的数据统计 他在一位做梦者的六周梦境追踪中 初步计算了梦与外界感官刺激 相互影响的关系 这个比例占所有梦的大概10%左右 这类感官的刺激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轻微的刺激 我们在梦中渴了 饿了 或者是想去洗手间 遭到蚊虫叮咬后 本能的无意识挥手驱赶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所遭到的轻微刺激 第二类就是足以导致我们醒来的动作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类的升级版 比如一个人在单人床上睡觉不老时 翻了下来 这时就突然惊醒 第三类就是我们要说的重点 导致梦境的胆观刺激 在梦中所受到的身体刺激 会对我们的意识产生一些影响 但在这种刺激还不足以打扰到睡眠的情况下 梦境常常会将这种刺激直接加入梦中 以保证其不会扰乱梦境 化神奇为神奇 并不是本事 化福朽为神奇才是高明 梦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 感官的刺激千篇一律 梦却总能将其组合出不同的意境 我们以一个人在压力大时 可能会做的梦为例子 一个朋友在英国留学时 有一段时间生活和工作的压力都很大 但她是个坚强而上进的女孩子 于是这种压力 以及潜意识中对悠闲生活的渴望 转移到了梦中 这个梦发生的当晚 她十一点多才上床 却设置了三点多的闹钟 也就是说 她只有不足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凌晨三点 闹钟准时响起 但在不是特别刺耳的铃声中 她却并没有醒来 反而进入了一个简短的梦境中 梦中的她回到了国内的家中 她在自己的房间里 放着自己最喜欢的音乐 音乐声很大 她很高兴地在屋子里唱唱跳跳 就在此时 她的父亲猛然推门进来 几乎是大吼着 太吵了 然后狠狠关掉了音乐 朋友也在这个时刻醒来 并发现自己的手 放在闹钟的停止键上 使她自己关掉了闹钟 这是一个极为简短的 临时性的梦 但其中同样包含着很多信息 首先是场景的选择 为什么是在国内的家中 而不是直接选用 现在在英国的卧室 这是因为梦产生的背景 是女孩子在国外异乡求学 遇到的很艰难的时期 而梦中的场景选择了国内 是因为她在自己家时 无需承受这种苦恼和压力 是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 之后 梦里出现了她最喜欢的音乐 为什么这里的音乐 不是她手机实际的闹铃呢 这是因为 人在极度疲惫 需要睡眠的时候被叫醒 会十分不愉悦 梦境做出这样的改变 正是为了让做梦人继续沉睡 然后梦里出现了一个角色 女孩子的父亲 这一人物的选择 其实也有深意 表达了女孩 对于自己父亲 积攒下来的不满 这一点从情节的设计中 可以看出 一个会随便闯进 已经长大的女儿房中的父亲 一定对女儿缺乏尊重 梦境也就借此表达了 你看 我的父亲一向是这样 从不尊重我 也不在乎我的感受 在睡眠状态下 我们无法清晰认知 自己的感官都受到了 外界的哪些刺激 但这些刺激的强度 又足以干扰到我们的梦境 因此 才会在梦境里 有了这些含糊的反应 所以 你现在是否能够理解 感官刺激 对梦境的影响了呢 除了生理角度 有感官的刺激 对梦境产生的影响 梦有时 也是情感的寄托 我们在梦境时 同样有着理智与情感 这些自然来源于生活 但却又非那样简单 梦境当中的情感与逻辑 会更加复杂 这和梦构造梦境的目的有关系 梦要给我们崭新心中 最真实的欲望 而这些欲望 在生活中是无法通过身体的审查机制的 因此 为了逃过审查 梦要制造出层层的假象 我们很多时候在梦中感受到的 并不是真实的情感 例如FBI心理测试的那个梦中 表面来看 这个梦要表达的是少女的侄子过世 所有人伸出葬礼时的悲伤的氛围 但实际上表达的 却是爱情的甜蜜 与期待欣赏人的欣喜 恐怖跟踪狂的梦中 女孩看起来是恐惧和害怕的 但实际上 却是对前任的烦躁和渴望摆脱的心情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而这就是梦境中情感的寄托 我们的梦境会通过各种手段 掩盖本身的情感诉求 在这个演示的过程中 梦也就自然而然地根据记忆中的素材 和想要表达的情感本身 将梦加工成了各类大片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梦是一种自我心理修复 自我心理调整的机制 我们已经知道了梦的意义 克制以及其表达的行事方法 相信你已经大致了解到 自己的梦境幽和而生 有什么组成 也对梦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件 我们想做的事情 解梦 如何读懂自己的梦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解开 自己每个梦的含义呢 这没必要 不过这样的想法 或许也能成为一个好的开端 一方面 记录梦 解开梦 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 另一方面 无论是多么复杂的梦境 本质其实都是代表着我们的意愿 梦代表一个渴望的愿望 这一句话 我们每个人应该已经理解了 也就是说 想解梦 就一定要挖掘出梦境和现实的共通点 但挖掘时不能生般硬套 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对此 我们可以以一些熟悉的梦力为鉴 首先说说飞行梦 这种梦大多出现在小时候 在梦中 我们要么是可以自由自在地飞行 要么是可以毫不费力地腾空而起 这类梦的体验感大多都很好 醒来时我们会倍感逾越 那么这些梦代表什么呢 就好像你问一个孩子 你为什么想飞上蓝天呀 其答案一定是向往 向往一种自由的情景 所以这种梦大多数时候 都代表着自由脱离 除了孩子 久力社会的成年人们 也常做这种梦 此时梦所代表的脱离 就不仅仅是一个朦胧模糊的念头 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了 比如因为工作环境 极其不顺想要脱离 或是当前的项目遇到困境 想要脱困 很多飞行梦 其实都代表着脱离这一欲望 并且大概率是出于现实生活 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压制 渴望得到解脱 而梦中逼真的飞行感受 可能来自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坐过山车 乘飞机 挡鞦韆等等 这种记忆也就成了飞行梦的素材 再说一说 长河灵异事件挂钩的梦 梦到亲友死去 或者是梦到已故亲友 梦到亲友死去 我们会在醒来后十分自责 是不是我希望他死去 我难道是这样一个卑劣恶毒的人吗 但其实很多情况下 这类梦都另有所指 比如我们提过很多次的FBI心理测试梦 这个梦本身想要表达的愿望 根本就和姐姐的孩子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因为少女过于渴望见到自己的心上人 梦便设定了一个 她最有可能看见心上人的环境 而梦到已故亲友 很多时候也不仅仅是因为怀念 比如梦的解析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有个败家子 自从父亲过世之后 就一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大肆挥霍祖辈留下的家产 某天在梦中 他梦见父亲严厉指责他 这样迟早要掰光家产的 从梦中醒来后 他忍不住回想 父亲现在也就只有在梦中 才能这样管教自己了 这是一种宽慰心理 也是潜意识希望自己变好的体现 在一开始我们问了一个问题 人是不是一定要解开自己的梦 那现在我们再换个问法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了解自己呢 一定要相信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格局 社会体系 人际关系 家庭婚姻等等 都是由我们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定义的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那将永远成为生活中的盲人 而想要认识自己 探寻自己的梦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不要放过每一次与自己对话的机会 某日一夜好梦 醒来想一想 记忆记挖掘梦境背后的真实愿望 久而久之 便会成为心灵的笔记 笔记记录下来的 也就是最真实的自己 梦是窗口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发现最好的自己 梦的解析 这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了 恭喜你又收获了一项新的技能 感谢观看天天读书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